在收支裡面 在一個機構裡面 你要首先把所有的 所以你看 通常比方說 士林靈良堂是不是做一套帳 對不對 那板橋加南分堂是不是也做一套帳 淡水分堂是不是也做一套帳 然後但是這些都是屬於本機構 所以這些帳是不是要合併 可是士林靈良堂也好 淡水分堂也好 板橋加南分堂也好 它的每一套帳裡面 要把屬銷售貨物勞務 跟非屬銷售貨物勞務 分開 這樣懂我意思嗎 要分開 好 然後 看有幾個機構都合併起來 然後分成這兩國 附屬作業組織也要分成這兩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分成幾國 四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管你有幾個分會 不管你有幾個附屬作業組織 最後分成四國 先分成兩大國 有本機構跟附屬作業組織 然後本機構 就是本機構裡面有屬銷售貨物勞物 非屬銷售貨物勞物 附屬作業組織裡面也有 屬銷售貨物勞物 非屬銷售貨物勞物 這樣可以嗎 所以總共分成四國 好 然後這四國要做整理 要開始計算之前要做整理 做什麼整理呢 是這樣子 我不知為何 總之結論 就是在主管機關的結算申報書 你們最後要填結算申報書對不對 除非你符合免結算申報嘛 可是你要填結算申報書 那天結算申報書裡面 你會發現一個結果 就是你會發現附屬作業組織 他當你全部都是銷售貨物勞物 如果有評過的人會發現這件事 可是你覺得這個符不符合實際的狀況 不符合對不對 因為我明明就有捐款收入 捐款收入你甘不甘心 被他拿去當銷售貨物勞物 咳水 一定不對嘛對不對 可是你找不到一個地方讓你填附屬作業組織的 非銷售貨物勞物 怎麼辦 沒關係整理嘛 因為這裡面總共有幾個法人 一個法人嘛 幾個申報個體 一個申報個體 所以這個全部都是一份結算申報書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都是你們機構的帳 對不對 這是誰分的 海基金 你分的嘛對不對 那你有幾個分堂 有一天 士林鈴鐺堂可不可以說 那個淡水分堂跟阪橋加南分堂合計一本帳 你們可能不願意啦 但是有沒有法所不許 沒有 沒有嘛 OK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你可不可以整理 把這一國整理進來可以嗎 可以 也就是這是什麼解釋 我個人的解釋是說 變成本機構的銷售貨物勞務在這裡 然後本機構加附屬作業組織的非銷售貨物勞務在這裡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也就是說把附屬作業組織的非銷售貨物勞務並入本機構裡面 的意思 那麼經過這樣的整理之後 附屬作業組織是不是就只剩下銷售貨物勞務 這樣子就符合了主管機關所提供的結算申報書的格式 因為這在你的食物裡面 食物狀況裡面你的附屬作業組織 應該有屬於銷售也有屬於可能也會有屬於非銷售的收入跟支出 對不對 對嘛 這樣可以接納嗎 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把它把它併進來 併到這裡來 所以剛剛四國現在變成幾國 三國 三國 然後有這樣的三 三個 三組 收支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 來計算 這樣可以齁 好 假設 我們這樣子說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 A 好 那這個是B 然後結余是C 然後D E F G H I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然後呢 大家來想 我們首先是不是要計算科稅所得之前 這個是非銷售對不對 這兩個是銷售對不對 齁 好 那 呃 我可不可以把它翻加一下 一下 它是銷售 這是銷售 。 它是駕駛 。 是 像是 你現在是 一個 那 我可以 好,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首先要计算70% 如果我们符合70%,当然我假设你其他什么董事啊 什么的那些,董事三分之一的那些问题,你都有符合 那我现在只要看你又没有符合70% 如果你有符合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部分免税 但是这个部分要不要磕税 要磕税,这样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不符合70%的话,那就全部要磕税 但是我们允不允许这样的情况不发生 不允许吗,对不对,因为问题会很多嘛 所以我们就要去办专案保留计划嘛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算70%对不对 好,那刚刚法条告诉我们说 总收入的百分,总收入各项收入 然后除以各项支出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横向加起来 假设这个是P,这个是Q,这个是R 我们是不是直接算 不要超,P分之Q 是这样算吗 不是,不是这样算 它的算法是这样,很奇怪 好,因为副组罪组织的收入已经拼到本机构了,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当作副组罪组织是有销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所以非销都是属于本机构 这样子懂,了解 好,那它是规定是这样子的 本机构的收入 分支本机构的支出 那你说附属作业组织怎么样 副组罪组织如果是净利 好,如果是净利 这个部分如果是净利的话 是直接加在这里 如果它是净损 就直接加在 加在 这里 这样懂我意思吗 懂 好,所以最后这个公式会变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 D加A分支 E加B 那么如果这个I是正的话 我们就放在这里 那如果是 D加A分支 如果是净损的话 我们就直接放分支 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么要先经过这个计算 然后来测试你有没有达到70% 这样可以了解 好,有疑问的可以举手 这个部分会不会算 也就是说 附属最后组织 最后是以 以它的进额 本机构是 总收入分支 总支出 附属最后组织 是以 它的进额 并到这个公式里面 并到这个分数里面来 所以它可能放分支 也有可能放分目 这样懂意思吗 然后最后去计算 这有70% 好,这是要跟大家提的第一点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提的几个过程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讲过我们去办结算申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栏叫做帐载数 然后一栏叫做申报数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一些数字 这边有一些数字 那我现在请问你 我现在 大家觉得 我现在在讲的这个公式 是拿帐载数来看 还是拿申报数来看 我们是拿申报数 只有99%都是拿申报数 只有两点例外 那个两点 比较少会碰到 比较少会碰到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够 我们先暂时不说 原则上好不好 好,原则上 只有很少数的情况 原则上我们都是用申报数 可以吗 可以 好,用申报数来做计算 这个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 第二个是 如果我们在 有些机构有股票 对不对 对吗 好 这个股票我们当初买进来的时候是100块 那我账上怎么做 是不是借金融资产带银行存款 100块对不对 金融资产 等到我把它卖出去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带金融资产 然后借 假设卖120块 是不是借银行存款 120 带金融资产 100 然后就会带那个 处分利得 还是20块 最后在你的损益表 也就是你的收资予数表里面 你会有几个科目 一个科目嘛,对不对 叫做处分进入资产利得 20块 这20块是不是进了 对可以吗 懂吗 好 那 会计原则怎么跟我们说 会计原则说 如果我们是非本业的话 这些收入支出 这些处分资产的 是以进而来入账嘛 对不对 像刚刚的净赚20块 就用20块当净利来列账嘛 那如果说是净损30块 那用净损30块来列账嘛 100块如果卖70块的话 就净损 那如果是你本业的话呢 盈利事业本业的话 那么就要用收入支出来列账 对不对 好 可是非利益主持这边很奇怪 你出售你的金融资产 或固定资产的时候 你要用总额来入账 而不是用净额来入账 也就是说刚刚那一笔交易 买进来的时候是100块 卖出去的时候是120块 对不对 账上要怎么做呢 账上它是期待你做成 买进来的时候是100块 当然是借金融资产100块 贷现金100块 等到你卖掉的时候 是卖120块 对不对 它账上希望你这样做 你收120块的现金 对不对 借银行存款120块 贷出售有价证券收入 120块 然后除此之外呢 因为你金融资产是卖掉了 所以你就贷金融资产100块 然后借出售有价证券成本 100块 所以你的水益表里面有几个科目 两个科目 一个是叫做出售有价证券收入 120块 一个叫做出售有价证券成本 100块 这样懂我意思吗 他说起工那有什么不一样 最后反正是120减100还是20吗 那你直接列20 你直接列20还是20吗 对不对 好那会有什么影响 对 如果是尽力的话 你是直接20块在这里 对不对 如果是总额表达的话 是不是120分之100 这样会不会不一样 大家回去算算看会有什么不一样 好不好 好 但是我是提醒大家说 有关这些资产的处分要以总额来表达 而不是金额表达 包含你出售固定资产 包含你出售金融资产 可以吗 可以 好 还有如果你当年度你收到一笔专款 假设这笔专款很特别 你把这笔钱 比方说你平常有很多的捐款 但是其中有一笔捐款 假设是500万 你把这1000万好了 你把这1000万呢 特别说这个钱我要特别留下来的 然后你就拿到主管机关那边去办财产登记 在当年度就办完了 这1000万 假设你当年度总收入是3000万 那你当年度总收入3000万 但是你在年度当中 你没有等到结余下来 你在年度当中你就已经怎么样 你就已经把其中的1000万拿去做 不是吧 登记财产 的话 你在赚70%的时候 你的分母本来是不是应该300万 那个已经专案去做 如果基金登记的部分的话 财产登记的部分的话 是可以直接从收入里面去扣掉 3000万里面去扣掉那1000万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好 然后我们已经接近婚生了 大家已经快要会